各位親愛的朋友 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關心武漢西進冠狀病毒的疫情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2月18號中國境外案例 台灣呢 維持在22例 香港60例 澳門10例 那日本增加到73例 新加坡呢 也增加到81例 泰國35例 越南16例 馬來西亞22例 阿波聯合大公國9例 印度菲律賓維持3例 南韓31例 柬埔寨 斯里蘭卡尼泊爾 這都維持1例 尼泊爾這一例是已經康復出院 比利時這一例也康復出院 然後英國呢 9例有8例出院 澳洲維持15例 那有10例出院 鑽石公主號呢 昨天我們看到454呢 已經覺得非常的可怕 結果呢 今天又增加到542例 德國16例 德國16例 法國12例 意大利3例 西芬亞2例 俄羅斯2例 芬蘭1例 瑞典1例 瑞典1例 英國9例 比利時1例 好 那國威持15例 加拿大威持8例 埃及1例 那麼總共呢 中國境外案例是453例 再加上鑽石公主號 542例 那麼總數已經來到995例 好 我相信明天呢 就會 超過1000例 齁 那我們鑽石公主號的這個圖呢 齁 就畫到這邊 齁 好像這個趨勢呢 還沒有要緩和的樣子 所以我想 應該也不會止於 542例 應該案例呢 還會再增加 齁 我們繼續再關心 事情的發展 好 今天就會 題目呢 就會各位 整理到這邊 好 如果你喜歡本頻道的話 盡請您 分享訂閱加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